国民党立委邱毅和前台湾领导人陈水扁的儿子陈志忠 周四将登场的世仇大辩论遭到高雄市警方勒令停办 邱毅出面呼吁高雄市长陈菊不该挡下辩论会的申请 陈志忠则说是邱毅确战暗中施压 陈志忠不是想国仇家恨一次报吗 那怎么可以不变呢 所以说喝大忘灶啦 高分配下战帖邱毅强调辩论一定犯 还借机挖苦陈志忠疑似遭记的丑事 如果陈志忠不来的话 他的那个位置上面仍然会摆他的名牌啦 但是Niko就会上阵啦 只要举办那志忠一定会到场 来为八年阵来遍户 这场世仇辩论还没登场 双方已经炮火四射 就是担心户外辩论引发冲突 高雄市警局以安全为由 驳回主办电视台的申请 这又引发了双方蠢枪舌战 说穿的就是陈菊在怕啦 怕民进党选情边缘化啦 我说过了嘛 蔡英文陈菊不都催吗 哎呀高雄选情绿油油啊 一片大好啊 九席全拿啊 既然九席全拿一片大好 怕什么 丘毅自认是正义的化身 不怕对手抹黑 陈志忠面对打扁能手 也没有退缩的迹象 辩论能否如期登场 还不得而知 但这两人一来一往 已经抢进了媒体版面 澳雅卫视周经卫杨德成 台北报道